讀檔的話就這三行 滿好 開檔 讀檔 切割 滿好記得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還有合併 我想後面看有沒有時間 再來就是 把它輸出到網頁上去 那如果把這三行搬到哪裡呢 搬到我們的那個 這邊 就是views的話 怎麼做 那views特別注意 我們第一個一樣要建檔案 所以特別注意你要把那個檔案放哪裡 記得喔 一樣放在那個 我們的views的旁邊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 記得把那個ch這個檔 把它複製一下好了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views的旁邊 就是我的app thisapp的旁邊 我把它貼上 這邊一定要有它 那我的views才可以去讀取它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嘛 我是轉移 所以我由它去讀它 那我需要再起一個什麼 再起一個那個 DIF 這個自定函數 那這個自定函數呢 乾脆拿上面這個來改好了 上面這個 Ctrl-C 然後呢 Ctrl-V 貼上 因為拿剛剛來改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覺得拿上面這個改比較快 然後呢 這邊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叫scope file 我的這個 成績來源是從檔案 那檔案部分的話 當然我就不能用什麼 用這個 所以第一個把它註解掉好了 然後呢 下面這一行做什麼呢 讀檔 就是那三行 這三行 Ctrl-C Ctrl-V的話呢 就是放在剛剛註解掉這邊 這邊按Tab鍵 Tab下一階 那可能會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呢 第一個最關鍵的 讀檔 讀檔部分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找不到這個目錄 它會找不到這個檔案 那後來呢 其實喔 這邊我試了很久 其實它一直抓不到這個檔案 那後來的話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用那個 我們裡面有一個 一個module 那個module 就是OS Import 所以你可能要先Import OS OS裡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 特別注意喔 所以你在這裡可以打一個OS 那我要查什麼 查我目前這個檔案所在的位置 那怎麼查 點什麼呢 點PASS 利用那個PASS 找到我的什麼 目前的資料夾的位置 資料夾是什麼 DIR 所以你打一個DI 有沒有 DI 名稱 OK 這邊有個DIR name 對不對 然後呢 它會刮胡 問你說 那你要查哪一個 檔案的名稱 啊 記得喔 這邊的話 可以給它一個什麼 可以給它一個 兩個底線 再加一個F 你會發現喔 就是底線兩個 file 兩個底線 那這個敘述的話 就是裡面的常數 這個常數呢 指的是什麼 我目前的這個檔案 它的目錄位置在哪裡 欸 那目前的目錄位置不就是在這裡 那所以呢 我在這個底下 串接之後的話呢 再加上什麼 它跟目錄下面的 這個 那就可以找到了 對不對 注意喔 這個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蠻多地方喔 如果說你要在這個裡面 放一點東西 你要找到那個檔案的話 用這一招就OK了 其實 我網路上找了蠻多欸 找不到檔案 後來我自己試了一下 發現用這個招其實可以 OS.pass.dr DR name就是目錄名稱 對不對 然後呢 file常數值的是它 它的目錄名稱就是在這裡 它 那它跟它放在一起 所以它的下面會有一個什麼 這一個 我就找到它了 一樣去讀取啦 OK 特別注意喔 這看起來平凡無奇喔 但可能我試了很久 終於試出來了 OK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 也不用特別去背它啦 反正這關鍵還蠻重要的 那我們就可以在Jungle裡面 讀到任何的檔案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有些檔案放進來 你不知道怎麼開 記得就用這個方法開 後面其實喔 資料庫啊 它有好幾種方法 它可以用裡面內建的資料庫 另外有個方法就是 我不要內建 因為內建裡面的話 它已經放了一堆東西了 我想要分割的話 那我也可以自己用自己的資料庫 也可以放在這底下 這個後面會講 就是說 將來我們一樣開檔 然後要存檔對不對 也是可以存到資料庫裡面去 這個後面還會再講 那所以呢 開檔找到了 讀檔 切割 切割之後 記得怎麼樣 再把這個地方 記得要加int 因為剛剛沒有加int 掛掉了 所以呢 轉型一下 好 這樣都ok了 所以讀檔開的 其他都沒變 這邊加一個什麼呢 這個 score底線file 那另外的話 把它存檔 在UIL這邊 一樣 把這邊怎麼樣 拿來改就好了 這邊把它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file 給名稱改一下 記得啊 你反正該改的都要改到啦 也不要急 反正一定按部就班 然後把這邊呢 上面再加一個 scorefile ok 就是再複製一個 UIL其實很簡單 我要去連到這個views 這邊加一下 好 全部ok了喔 那所以呢 在ch 這個跟木屋底下 會有這個 那我一樣在jungle 裡面要把它讀起來的話 試一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file 然後呢 再來很關鍵 如果enter 可以讀到 讀到的話呢 那就 還不能下課了 好 還有點時間 好 不過應該知道意思啦 其實這很多東西 看起來是我幾秒鐘的時間 可是背後可能要試很久 ok enter 看一下 終於出來了 不過呢 會有個bug 有沒有看到有個bug 他居然把它全部弄出來了 顯示成績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地方 跟我們剛剛寫的程式裡面有一個地方喔 有沒有 初始值 因為名稱 變數名稱用一樣的 要不你那個s 可能要另外一個名稱 要不就是說 這個初始值不要 然後不要串接 這個不用加等於 就是說 我切割完之後 給它之後 那我又把它蓋掉了 有沒有 就是 因為變數可以蓋掉啦 如果你不用串 加等於的話 是串接 串在後面 如果你等於的話 就是 把原來的東西 蓋掉了 它就不見了 所以把它save一下 應該知道 我把那個拿掉 然後這邊不要加等於的話 其實重新跑一下看看 重新整理 有沒有 前面就被蓋掉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反正程式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run一下 9個 總成績 平均分數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表示OK了 以後呢 特別主要 這一題的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 os.pass 串接 記得 盡量還是自己打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體驗一下 記得這個斜線 這個指的是 它這個目錄的 裡面的這個檔案 以後這個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 以後你要讓人家 不要用輸入的 你可以 在那個網頁上面 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呢 跳出來 請你把那個檔案 上傳給我 那 它那個檔案不就上傳對不對 它就傳到這邊來 那以後我再用這個方式把它讀 就OK啦 這樣它就以後 比如老師要輸入成績的時候 就不用那麼辛苦嘛 一直Key一直Key 像喔 每次 奇末 像那個原始大學那也是這樣 哇 學生一堆幾十個 有時候他快上百個了 那我每個都要這樣Key 真的是這樣Key 我想說你為什麼不提供給我類似這樣 賄賂的 對不對 它就沒有這個賄賂功能啦 對 以後就要改寫 用Jungle改寫一下 可以把它上傳了 那就方便了 不過這個可能要自己延伸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你把那個表單說 什麼上傳檔案之類的 然後它點下去之後 會跳出一個畫面 讓它去選取它電腦裡面的檔案 它就選完之後有沒有 就會幫你丟到這邊來了 不過這個功能 可能你要自己去找一下 網路上應該有 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PHP裡面也有 類似的嘛 上傳檔案 你只是丟到這邊來 存檔而已啊 OK 不只是可以上傳那個TST 像圖檔啊 影片啊 什麼其實都可以 所以這個延伸性還蠻大的 互動嘛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先把那個 讀檔那部分 就是 我是拿剛剛scope 那個程式 DF的scope拿來改 裡面的話其實就是 加了三行 然後呢 路徑部分改一下 試一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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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